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11月29日星期日 这是一个录制的节目 我在星期六大概是12点左右录的 手机我先看看 看看有没有今天的新增数字 是未有的 如果稍后有,就会跟大家在这个节目中说 今天比较有趣的一个话题 就是林郑 很奇怪,香港被美国制裁的官员 不止她一个 但每个人都没有说 林郑正常自己爆出 没人会这么有空去理她 用神沙也好,用现金也好去出量 现在她自己爆出来 自己爆出来 自己抱着一大袋现金 抱着钱 求仁得仁 通常要权的人都会要钱 即是,很少只要权或者… 只要要钱,我有见过 只要钱,我有见过 只要钱,不要权的人 我见过 要权,不要钱的人 我未见过 当然权力有大小 有些人在私人公司 她要爬那么高的位置 钱和钱一起要 但反过来 只要权而不要钱的人 我在历史上 或者真正的生活中 我未见过 那就求仁得仁了 她每天都看着那些 我想一千元 或者有些神沙 有些三毛钱 為什麼不来? 为什么人个人都没有提过呢? 哪个人都不带 只有她说 你看到一件事情 路 мыш ไมina author 路寅 jaar 也没说 邓 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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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没有 讲 肥 华 也没讲 人个人都不推 只是她说 为什么她会这样说呢? 很明显 就是这样子 可以告诉中央 他不會告訴香港市民 他知道其實在香港 白白說他已經是一個醜 他不是告訴香港市民 他是告訴爺爺 他告訴一些不在香港中央的人 我很慘的,我被人制裁 但其實背後都可以揭示看到很多東西 我們待會去到那個畫面再說 我們的Patreon連結在下面 一直多了讀者 在這兩個星期支持我們的Patreon 先多謝大家 我們是5美元一個月的 鑽石狗組合再創新高 去到175% Fansgiving和Back Friday 數據應該做得不錯 特別是Walmart又去到151元 給我們買的創新高 美銀的創新高 很肯定 去到47% 原來50萬美元 去到51% 已經超越了一半 去到51% 十月份 星期三 我會把十月份的投資日子放在網上 大家如果有興趣訂閱 十二月 全部都是 因為YouTube投資筆記十二月已經結束了 投資日子還有一期 所以大家要訂閱就訂閱十二月 看看片尾如何付錢 有任何問題 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是 Gmail.com 這是在日子 92宗 按摩記錯 有58宗 跳舞群組 有16宗 源頭不明 你現在經歷了整個星期 我都相當肯定 其實今次所謂源頭不明 只不過你查不到 或者他沒有說 中間斷了 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現在大家都很清楚 香港 其實香港 我想每個人都變成了抗疫專家 源頭不明 就是他沒有說 我去過這間餐廳 但我沒有說 我忘記了 我傳播鏈斷了 原來不明 其實我相信 今次 整個 所謂小型的爆發 其實還是小型的 都是因為這個跳舞群組 其實問題 是不是跳舞群組 是主因 不是 主因就是有一個 尼泊爾的病毒 已經測出來 他們全部都是尼泊爾的病毒株 上一次 7月的菲律賓病毒株 已經說見不到 這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會有尼泊爾人 可以進入香港呢 原因就是 因為林鄭又遭遇一些 exemption case 最主要的原因是 這裡 裡面有裡面的問題 外面有外面的問題 這個問題 仍然是回到那個問題 當你永遠都有一些 豁免個案的話 我相信香港的疫情是不會完結的 7月 去到中段 第一次5月多 過了6月多 7月多又來了 又是輸入個案 走入社區 接著去到 第三波 10月 10月過了一點 去到11月 接著又是輸入個案 又爆 這個情況是會永遠繼續下去的 永遠繼續下去的 除非你說你有大規模的疫苗 如果不是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多餘的 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多餘的 除非這些人 全部不在家不出街 那一定可以 對吧 你全部不在家不出街 一定沒有問題 問題就是 社會用來做什麼 對吧 對吧 問題在這裏 這個畫面我不是想說養和醫院這個爆疫的問題 問題就是 我其實見過很多次 袁國勇 他好像去到很多地方都是一個人 他旁邊沒有人 你看到訪問他的時候 他只有一個人 很多時候 除了最早期的鑽石公主號之外 我在這兩三次見到袁國勇出動 是完全沒有人 他身邊 他只有一個人 然後可能有些記者訪問他 那為什麼一個 可以說香港接近頭幾名 最專業的 不斷出去幫人解決問題的時候 好像完全沒有資源 林鄭出行就不是了 林鄭出行全部知科 所有的局長 肥華 葉劉那些 都有資科保護的 那次林鄭去天水圍街市 那些人是拍到有資科在他附近的 但是你想想一個 這麼重要的 譬如說袁國勇 他出行 我真的見不到 我幾次 我這次第三次才說 我見不到 他身邊有任何人去跟他在一起 不要說保護他 他跟他在一起 他好像是自己搭車那樣去的 香港為何會這樣呢 所以你說不是政治掛稅 就很困難 對嗎 你有關政治的 資源容之不盡 他可能也是搭的士 然後自己搭車 甚至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 自己付錢也不出奇 香港就是去了一個這樣的地步 那些毛毛衛衛的錢 就是小便 是吧 下去天水圍做秀 那些葉劉去中環 肥華走出去 那些便是資科保護 真正有事的 就是單棍自己去的 我是看第三次也出聲 我見不到他身邊有什麼人 只有他自己 那可能呢 訪問完之後 他只是自己的士去走 這樣的 香港就是一個這樣的地步 一個這麼荒謬的城市 大家看看圖 其實我非常不明白 為什麼這次會叫做第四波 因為你看到 其實第一 第一 最早期 是1月23日爆發 我很記得 接著那個 其實是很少的數字 3月 4月 是因為林鄭不封關 而國內的人來香港 而搞到這樣 3月 後來是因為中國封關 所以才沒有了 就是第二 我不明白 為什麼會叫做第四波 其實應該是第三波 感覺是 因為第一波 可能不是東西 大家看到 那時很早期 林鄭已經說 工作從家 其實你看到那些都不是個案 只有幾個案 大家看到 最劇情的就是中間 7月那個 7月那個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都說了 因為每天 我們平均當時計算 是有65個菲律賓患者船員 走入市區 當時是平均 你看到這個圖 什麼時候去到頂峰呢 應該是7月29日 29日 我很記得是29日 7月29日 林鄭就封了 不讓菲律賓船員 再進來香港 你看到她 過了8月7日 就見頂了 我相信這次應該也是 我相信這次應該也是 應該是 她在 22日 左右 就 封了 22日 就封了 不讓那個 就是 尼泊爾人 進來 要全 即是沒有 全部檢測 我想個案是差不多的 因為第一天發生 就是 11月22日 今天是 28日 其實還未過一個星期 所以應該的故事都差不多 你可以看回 由 第三波 我當它 我跟回政府的說法 由7月 由7月開始 大家看回那個營光幕 7月到何時才少呢 是8月 差不多 至少到很少 是去到10月 大家看回 即是 適合那個 差不多0的線 是差不多到10月 大家看回 看到嗎 即是一個7月 一個8 即是7月中 8月中 9月中 兩個半月 接近三個月 所以這次 如果用同一個預算的話 應該就是 11月22日 10月22日 1月22日 到2月中 其實差不多 應該是真是新年了 真是龍力新年 橫跨道 你看圖有看的 有數據 看數據就要清楚 對不對 看數據就要清楚 除非一件事 它這次爆發 沒有去到上次100 即是 你看圖 原來上次最高 是去到150 當然 如果這次只去到90多 可能就兩個月 但是聖誕一定玩完 聖誕和新年 是一定玩完的 農曆新年 我不敢說 現在是真的不敢說 在市面上 當然有些人說 為什麼這麼多人確診 有些人問 是否會刻意欺負完之後 拿5千元呢 這樣 我不排除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也不排除 很多事情 我也不排除 即是 你說會不會有人 真的為了5千元 去確診呢 我覺得是 不可以完全抹殺 這個可能性 不過 應該的數字 比例應該是比較少 是吧 但一件事是真的 他的死亡率 是比較高 比較低的 即現在你看美國的死亡率 很低 低過 好像低過1% 死亡率 其實是很低的 即是 病毒已經變種 變種 變種 變到越來越弱 中南山 昨天已經看到 中南山說 香港當務之急 是全民檢測 我告訴你 我們已經做過一次全民檢測 那個效果 完全是零 是零 問題出現 如果再做全民檢測 即是你不封那些人 即是不讓他移動的話 其實根本上是沒有用的 我們之前也討論過很多次 這件事是做不到的 因為香港要集資 如果你一封城的話 那些基金就會離開 就僅如吸引外資都沒有 他絕對不會這樣做 即是你做封城 那些基金就會離開 現在你看到 中國拿這個外匯 可以說百分之九十是靠香港的 是靠香港的上市 他之前 因為你現在看到他做 做那個 就是中美貿易協議 其實他還虧得金 他還輸得金 但是在香港的集資 他一定贏的 其實他不會輸的 因為他不用付錢出來 在香港的集資 他不用付錢 他只是把錢吸進去 做一些文件就可以了 把股權分來分去 所以香港他一定不會封城 如果他封城的話 封城封區 限制人民的活動的話 那些基金人就會離開 這樣他真的會即死 所以他應該不會這樣做 你今早看到林鄭走出來 就說封城 封城 也不是見得效果很好 因為其實他根本不會拿到這個 即他不會拿到這個 批准 那麼 鍾南山 即是說法 他未必一定完全錯 如果你把香港封了 然後限制了他們的活動 一個星期的話 是可以抽出來的 但是第一件事 你有沒有那麼多人去做檢測 第二件事 你是不是限制了一些人的流動 即是不是說封了香港那麼簡單 是封了香港 香港的人都不可以流動 你在家裡 你不要離開你的區 只好不要離開你家裡 那麼一個星期就有用 如果不是的話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你走來走去也沒有用 這些我們之前已經解釋過了 今天已經被馬仲儀 即是公共醫療醫生協會 封了他 我們也說過 這個金域檢疫 其實白點說句 就連回失誤 正常如果香港的檢疫中心 就應該已經被人採訪了 你沒有可能幾次 有時候就驗錯了 陽變陰就陰變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你根本上 連處理的測試 都被他們互相交叉感染 根本就是不合格 其實香港真的有很多 這類可以做到的檢測公司 沒有的 香港有很多的 他的資源 就不會放在香港的檢測公司 利用香港本身已經有的資源去做 不斷引進國內的金域假日 金域檢疫 華大基因 其實根本 你可以看到 他將錢輸送過去給內地 內地很缺錢 現在你看到 內地很缺錢 現在你看到 內地很缺錢 或者說我要回去內地發展 等等 一定 全世界就是 由有錢的地方 走去更有錢的地方 先進的地方 走去更先進的地方 哪裏會有倒轉頭的道理 對不對 哪裏有可能叫香港的畢業生 走去內地 那你不就是走倒車 正常 應該珠海走過來 畫了中國深圳的地方給香港 讓它越來越先進 你現在不是 你倒車回頭 將香港倒帶回去 比較沒有那麼先進的時代 哪裏有這樣的道理 對不對 就是人一樣 你現在中國在做甚麼 你現在中國在搞一些芯片 在做一些核電 等等 你是在追求一個先進的國家 怎麼會香港走回頭 去叫學生走去一個 比較 就是 我 保持一些口德 對不對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先進的國家 其實應該說落後 應該說很難落後的國家 對不對 沒有可能的事 林鄭是不是在做這件事 喂 如果我做特首 我這樣說 我相信一件事 習近平也拼不到我的 是不是 你整個黨都拼不到我 你現在的黨 就是 你現在不是把中國 走去追美國嗎 走去追英國嗎 是不是 我現在叫你的黨 叫你的中國 退回去之前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可以嗎 你都說我按鈎 對不對 就是你林鄭那些 你看到她完全不會跟香港人爭取 想都想到了 對不對 為什麼你兒子要去英國讀書呢 你不叫你兒子去中國讀書 那你一定是想地方 是更加先進的 但是他不是 他是一個很奇怪 很… 很…很疾病的人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習近平會用這個人 可能 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自己也這麼疾病 就是這麼簡單 是不是 就是你… 你香港 所有的系統 所有的醫生 所有的醫護 都是這麼先進的 他不用的 他用過… 就是你現在很清楚 你今天檢疫 由陽變陰 又陰變陽 接著 即是那些 spiceman又contaminated 如果你在美國 就馬上除你排 就馬上 除你排 大哥 大哥 我怎麼能夠相信你的結果 對不對 這些error 其實是不錯的 有些基本的程序 是不錯的 我們昨天看到 袁國勇去養和 他都說 養和的檢疫 真的沒有問題 是做得很好 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那個婆婆 她要做… 即是她有癌症 她過了身 她有癌症 因為她有癌症 沒有辦法 她要用霧化的去醫治她 又或者要做心肺復甦法 那些一定要有human contact 那你養和的那些又不能夠 即是那些叫有錢的地方 又不能夠不讓人探討她 那就欺負了東西 對不對 她本身的檢疫是沒有問題的 問題就在這裏 即是香港的系統這麼好 她硬要打散了香港的系統 然後跟落後 那你就去幾岸糕 對吧 沒有這樣的道理 大哥 你跟習近平說 對呀 我要你香港騙得下頭一點 不會的 對不對 香港先進對她有好處 對不對 你想掠香港的水 那麼香港先進一點 你是不是要多些水掠呢 對不對 這樣的道理都不明白 這個呢 挺過癮的 其實這個呢 當然有很多KOL有說 神區有說 黃世仔有說 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看到一個而已 每個人都被人制裁 為甚麼每個人都不發聲 就只有林鄭發聲 因為林鄭是一個很 即是她的人本身 就是很喜歡走這些小聰明的 她一定是覺得自己的地位受損 她就走出來告訴中央 不是告訴香港市民 就告訴她 我很慘的 我受制裁的 但在這件事後面 你也看到很多事情 第一件事就是 中央並沒有幫她 向中銀 交通銀行那些 做個假身份給她 沒有 其實可以的 做個假身份給你 或者找個新名 叫做李露薇 然後開個戶口給她 但李露薇是她 那就搞定了 但中央沒有這樣做 為甚麼沒有這樣做呢 因為有問題的時候 被人罰的話 就罰了我的錢 各家的銀行 各有銀行是各家的 她怎會為了你一個女人 去搞這些事情 第二件事 你也可以看到 外資的銀行和香港的銀行 基本上 真正是跟著美國的信訊 他們不會得罪美國 即是他們不會得罪美國 等自己被人罰錢 這裡可以看得出 可以看得出 問題是 我們在開始也說過 人很奇怪 通常要權 就是要錢 很少說 拿要權 不要錢 拿要錢 不是很要權 我見過 我見過很多 有錢 就不想被人知道 不想出名 怕麻煩 這些人我見過很多 但是想要權 不要錢的人 我可以說還沒見過 這個世界很奇怪 那就求人得人 是不是 你這麼想要錢 是不是 人生的命運很奇怪 你這麼想要錢 就讓你每天看 看著 但是你不要忘記 一件事 他還加了薪金 他加了 今年是521萬一年 是吧 但是你說 這些數字 不是很多數字 是一般 是吧 你說有錢 遠遠未輪到他 但是問題是 有沒有人尊重你呢 你這麼喜歡錢 天會會幫你安排 其實真的 那他就把錢放在你那裡 其實你看得多 你會作嘔 還有還有一件事 當你一下來的時候 那你的錢放在哪裡 你不能住禮賓府 那你的現金 就一羅羅地搬上大灣區 大家記得之前 徐才厚 一抄家出來 嘩 幾十億 有外幣 有黃金 有珠寶 有債券 什麼都有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辦法放這麼多現金 放不到這麼多現金 你想想 國內的紙幣 最大到多少 一塊 那幾十億怎麼放呢 換黃金 換外幣 整個卡 但是一抄家 即時起底 其實現在這個 共產黨很喜歡的 為什麼呢 我免得去搞你 我免得去查你戶口 又查你美國 又等等 有什麼問題 政權交替的時候 一動 來你家裡一搜 全部搜完 是嗎 人生很怪的 其實你賺到錢 要人尊重 你說你一年給我一千萬 二千萬 你要我做的事情 我不做 我真的不做 因為沒有人尊重 人是群體動物 人是群居動物 你自己一個人住 除非你去深山 練那九陽神功 如果不是的話 你會瘋的 真的 人是一個群體動物 你現在根本 你看到林鄭 她是不敢出街的 以往中國 因為有錢 去到外國 還有些人 假意尊重一下你 現在假意尊重都沒有 做人有什麼意思 人是 其實人生是這樣的 你夠洗夠食 其實是可以的 你再多的錢 但不下棺材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留些錢給兒子 我心裡覺得是多鯊魚 其實 你要想一下 他轉頭和你敗鯊 對嗎 他是 即是那些小孩 他如果是 是龍的 他遲早會飛上天 是吧 他是蟲 他飛上天 就回來了 是吧 那這些 你在適當的時候 給他一個教育 就OK 就不需要 留下很多錢給他 其實沒有用的 每個時代是這樣的 其實人生是什麼 例如說 李嘉誠 最後一天 退休出席 即是股東大會 那些老股東 走上來 誠哥真的謝謝你 這幾十年幫我們股東 其實人生是這樣的 你看到那些不是收錢的 他真的謝謝他 那你人生就要這句話 其實是這樣的 好像黎智英 那天被人踏了 然後走回去 嘩 他也說 一出太子警署 那麼多人支持我 是吧 那你人生就是這樣 人生是要這些東西的 你要不要錢 也要 但這些你也要 一個人是要很多東西的 其實他不只是單一件事 有些人認為人生只有錢 那是一個很錯的概念 你要有錢 有健康 有群體生活 有你的空間 有你的娛樂 人是要很多東西 有精神生活 不只是要錢 現在臨情人可以了 然後抱著錢 我想他有很多神沙 應該 很多三毛錢 五毛錢 輪到五元 是吧 你想想一件事 你當有朝一日 你離開了禮賓府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你帶著這塊錢 你喜歡錢 你這麼喜歡錢 天會幫你安排的 很神怪的 你這麼喜歡錢 我給你 天天你對著 一個月四十多萬 一年對著五百多萬 分分鐘他現在 那個禮賓府 有五、六千萬都不出奇 你就看 每天看著 那你怎麼辦 那麼坦白說 他當然是告訴中央 怎麼告訴香港人 對吧 即是他告訴中央 我很愛黨愛國家 我現在已經瘦了 你看我 這樣而已 對不對 他就是很喜歡做這些小動作 那麼你猜中央看不看你 中央如果看你 就幫你做個化名 改個李老薇 然後呢 在交通銀行 或者中銀 幫你開個戶口 那就搞定了 入錢不用自己入的 對不對 我用那張卡 那張卡是什麼名字 你看中央不做就知道 我們老早已經說了 他怎麼會跟你做個假戶口 喂 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白說一句 我的銀行被人制裁十億 那是不是我制裁你 對不對 喂 你為了黨服務 被制裁應該的 你本身揪一條 你什麼都沒有 不是黨 在九七年 AO府你上來 你今天做到行政長官 對不對 如果要做到這樣的成績 白說句 隨便找一個人都做到了 香港 你看抗疫就知道 抗到現在 一月抗到現在 抗了四雲 抗了四濟 死亡循環 回到三月 有什麼意思呢 對不對 就是他的能力 見頂 他的能力見頂 他這班人的能力也見頂 人物以類 就是 物以類罪 對不對 逐以群分 你看一件事情 之前的曾蔭權 曾蔭權 某一些官員 他點名的都沒有 譬如說袁國強那些 雖然我們屁股得到他爆 但一件事情 他沒有做這些事 他寧願什麼都不做 跟曾蔭權一樣 他只能做到這麼多 他只能做到這麼多 但是你看到曾蔭權 最後都被人玩 都是被人高的 七十多歲的人 打完整副身家 才可以 人家好像可憐你 保住你的長樑 他再跟你打下去 你連長樑也沒有 但是你看到曾蔭權 他 大家知道 他一落台之後 其實沒有任何厲害 你看到 但是你看到每一次他出庭 真的有這麼多 之前的官員 例如黃宏龍 去支持他 這個人 其實是一個不錯的人 當然他有他很不好的地方 譬如說 貪小便宜 但是你看到曾蔭權 其實有很多事情 他都是硬頂的 硬頂的 當然 我懷疑他能夠 最多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不再起樓 因為他應該頂住中聯辦 很大的壓力 但是你看到 林鄭就不是了 林鄭就是一個賣港的人 他找些人都賣港的 譬如說 楊潤雄 譬如說 鄭若驊這些 他自己賣港 他找的人不肯賣港 或者阿肥驊這些 不肯賣港的人 他找的人不肯賣港 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現在看得很清楚 你覺得 林鄭今天下台之後 有人會支持她嗎 她還有好姊妹嗎 沒有的 其實她是玩完了 玩完了 你就抱著錢 看看錢可不可以跟你上廠 看看錢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吃飯 你放了錢在旁邊吃飯 你開心嗎 人生就是這樣 對不對 有時候人很怪 你給點東西遮了眼睛 你給點東西遮了眼睛 其實你問我 他到了2017年 離開政壇 回去英國 是一個最好的結果 今天就弄得整個名字很醜 你覺得他老公會喜歡他嗎 你覺得他的兒子會喜歡他嗎 所以他的命要長期分開 因為如果不是黑仔黑老公 其實肯定是的 不用看八字 他的命是黑仔黑老公 應該要長期分開的 要不然就不行 他就這麼簡單 但是問題是你看到的 你走到尾 所以他就要做這些小動作 他不做這些小動作的話 他會怕自己練不到任 我覺得練不到任的話 其實很嚴重 他練不到任是很嚴重的 他現在真的只有回大灣區 以前那些說 反過來他就逼死公務員 現在你看到他 他就去逼那些公務員 就是人很怪都報復心理 逼公務員 要那些公務員 一定要跟國安法 現在他在研製 要將國安法 在公務員之上 我們一會兒進到後面 到後面再說 這個醫管局 你看到他 好像說 算了 我扣你薪金算了 對 沒有上班應該扣薪金 這是對的 但是問題 其實你看到一件事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疫情爆發 他還要你這班醫護 我們也說了很多次 為什麼突然間這個時候 就這樣扣薪金呢 因為現在疫情爆發 他還要你這班醫護 你試一下風平浪靜的時候 他不動了你 但問題就是 我們已經說了很多很多次 你現在做的事情 不是當時醫護罷工要求的事情 他就要這兩件事全面封關 全面做檢測 你現在就做這件事 有什麼分別呢 對不對 你現在就全部做檢測 沒有分別的 其實 只不過 是因為林鄭這個混蛋 硬 我是不做 他是這樣很怪的 他是這樣的 我是這樣做就是這樣做的 他不會理人的 你在行會裡面 白點說句 其實你不用開會的 所有行會的決定 就是他的決定 除非找一個大石摘死蟹 比如說中聯辦 阿習 黨委那些 如果不是的話 他不會聽你的 他是一個這麼神乖的人 這個應該就是 看到形勢 喂 現在不要搞了 就是讓他們做事 現在爆得這麼厲害 就是這樣 因為你這班醫護 還有利用價值 還有利用價值 到有一天你沒有利用價值 那他就跟你計算 我太了解共產黨了 到時他不會逐個逐個清理 找別人代替你 我什麼都可以 告訴你 對不對 這一個安心上路這個APP 我已經在Patreon裡說過 大家可以進去Patreon裡看 我相信 最尾 他都是會要 所有商戶都會安裝 其實 你見到林鄭 這個不是compulsory 但是一去到局長 就是兩天之內 你們全部要安裝 那些人要安裝 我再說一次 你用這個方法 你用這個方法 當然 我看有些 你用Lokia 電話說沒有電話便可以 這個不是好方法 你用一個方法 所有的政府 逼你安裝的APP 你都用這個方法 你買一個清水電話 買一張清水卡 這個電話 不要跟你家裡任何的東西 有聯繫 不要安裝你以前家裡任何的東西 不要連上你家裡任何的東西 這個電話 只是用來做這些東西 可以嗎 這個電話 只是用來做政府逼你做的APP 不要可以連上你任何的東西 連你家裡的WiFi 你都不要連 為什麼呢 它的權限 是可以 因為你不確定的權限 就是安裝不到的 安裝了這個APP 它是可以拿到你所有網上共享的東西 你記住 所有網上共享的東西 它都可以拿到的 不止照片 電郵 全部你放在雲端的東西 它都可以拿到的 所以你買一個清水的電話 你買一張清水的卡 你買一張清水的卡 還有一些增值卡 這個電話 不要連上任何東西 最好連網都上不到 最好那張卡 就是一些月費卡 上網是月費卡 不要連上你家裡的任何網絡 只是用來刮這些東西 那天刮完了 回到家裡 打開蓋 拔了一張電出來 拔了一張卡 可以嗎 所有政府強迫你要安裝的東西 你全部用這個方法 不要用自己的電話 不要連上家裡任何的WiFi裝置 不要連上自己任何的電郵 任何儲存的東西 總而言之 你一回到家裡 你就打開蓋 拔了一張電 拔了一張卡 拔了一張卡 這樣就搞定 我告訴你 往後他就是這樣逼你 看款式就像 那沒問題 他在所有商場 政府地方等等 其實他就逼你裝 他政府沒有解釋 喂 有人問過他 為什麼你的權限是這樣 他沒有回答 但是我逼你裝 那就是沒有私隱 他簡單不只是拿你的照片 他只是拿你的照片 或者拿你的電郵都好 喂 你想想一件事 他是連你雲端所有東西都拿到 是你雲端的 現在很多人放在雲端 他拿了你所有共用的東西 所有你分享的東西 即是說 即使你放在外國伺服器的東西 他都拿到 大家明白嗎 他就是一件事 你這幫混蛋 把所有東西都放在外國伺服器 所有你共用的東西 他都拿到 你放在外國伺服器的東西 他一樣拿到 因為他有一個權限 權限給他 即是那個人不知道 有一個權限他就讓他拿 所有你的電郵 所有你的銀行戶口號碼 一會兒如果他要動你 就有人進入你的資料 所以大家記住用我這個方法 買個清水電話 找張清水的卡 可以上網就可以了 所有政府逼你用的漏 全部都用這個電話 不要和家裡的Wi-Fi 不要和你自己任何個人 其他戶口有關連 即是這個電話 你當不是自己就可以了 不要連上任何東西 不要連上家裡的Wi-Fi 不要連 然後 每一天出完街回家 打開蓋子 拔了電 拔了一張卡 用這個方法 可以嗎 大家詳細可以看我Patreon 那我就不重複了 好 那就戴啟思 我覺得他現在說 好像是否有點遲 現在很多官判出來的 都不合中央心意 很多判出來都不合中央心意 很多還判示威者 抗爭者無罪 判長毛的剪頭髮 是 是 性便 這些 這些呢 大家在過往 我想在 回歸之後 差不多到2016、2017年 還是每天都在說 香港的司法獨立 不可以挑戰法官 乘機力 這不是我講的 是全個特區政府班子都這樣說 過渡了幾屆都這樣說 好了 突然間現在就說 香港的司法系統要改革了 要改革了 那你之前說的不是廢話 是吧 之前鄭若驊 他鄭若驊也說過 你不可以挑戰法官 你可以說 但不能夠挑戰法官 但現在不是 你的司法系統有問題 是吧 那些法官判有偏頗 那你就能看到 是吧 其實簡單說一句 就是現在很多法官 憑良心去判 那你就不合中央心意 是吧 不合中聯辦心意 其實我相信戴啟思那些 即是他應該都退休了 好像 不玩得久了 應該 即是很快大家要 有心理準備 香港是沒有外籍法官的 很快有心理準備 香港是沒有外籍法官 但是如果香港沒有外籍法官 那麼香港可以集資的功能 都玩完了 都玩完了 這些所謂 就是他請了一個法官 這個法官 就是用來做一個 做一個活人霸 有一個外籍法官 你們來香港 就是 認購IPO 你們投資在香港 這個意思 但其實他們想 外籍法官是有 不過一件事 這個外籍法官要由我控制 國安法就很清楚 國安法就是繞過了所有外地法官 所以為什麼現在英國就說要重新 考慮過究竟給不給中審庭的法官 即是英國的法官去香港做中審庭的法官 原因就是 因為你有個國安法 你的國安法 繞過完先的法律的話 那法官有什麼用 但問題就是 為什麼他還在不做這件事呢 原因就是 因為你沒有外籍法官 白一點說 別人就不信你 不信你 那沒有人來 那沒有人來 誰認購你的IPO 對不對 你英國法官 其實美國人都相信 美國的法官就不會來香港的 其實基本上 通常都是英國 澳洲 那些法官而已 所以問題在他們來說是兩難 但是你知道這班是土豪來的 他們不會的 總之我要全面管治 我就要全面管治 我現在要所有法官都聽話 如果我不能夠換走外籍法官 如果中央還要香港有外籍法官吸引外資的話 我就改條例 我改到我作主為止 改到特首作主 特首作主就是中聯辦作主 大家都知道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慢慢慢慢地 香港應該是 慢慢地 香港應該是 白點說句 那些法官肯不肯做 有 為錢做 很多人都為錢做 但是問題是 國家不肯 現在英國就是 他自己可能要修憲 不讓英國的法官 再在香港的終審庭裏面做 因為覺得你有國安法 如果你現在改成這個司法系統 想擔責的那些法官 想做都不能做 因為國家不可以 國家不讓你這樣做 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香港很快便沒有外籍法官 其實 那就完全 即是 我們一會去到十二港人那裡 都會說的 這個我們也在昨天的Patreon有說 林鄭其實 發展已經不是現在的螢光幕這個 發展 發展就說林鄭正正在研究 正在研究 正在研究 直接把國安法 寫到公務員裡面 這樣就糟糕了 我們不重複我在Patreon講過 因為我講過很長的 那裡有20分鐘 大家進去聽 現在的問題是 你做公務員 你要守國安法 你不是守基本法 你守國安法 你守國安法 有一個最大的問題 就是 後果嚴重很多 問題是 你犯了國安法 你的後果嚴重很多 問題出現在哪裏 問題出現在腦屈 我知道有很多公務員 他們會這樣想 我甚麼都不做 我又不做這些事情 成形 那我就沒事了 但一件事 如果他要腦屈你很容易 他在你的Facebook 你已經死了 真的嗎? 如果之前 根據聶德傳所說 除了你會受到公務員處分之外 最多你沒有花紅 即是沒有Pension 但問題現在不是 是你可能犯了國安法 我不知道 往後你的家人做事 會否影響到你 其實現在是有可能的 所以其實他這個法律 是很不公平的 為甚麼呢? 為甚麼高官的子女 又可以有不同國籍呢? 你不行 你一定要宣誓 效忠中華人民共務局 對吧? 你現在看到很多公務員事務局 都釐清 究竟一件事 你現在說 效忠中華人民共務局 特區政府 甚至現在說 我要遵守國安法 那究竟哪些事情我可以做 哪些事情我不可以做呢? 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 我看了一套李大圍城的片 那我會否犯了國安法呢? 可能會的 一個龍門在那裡 大家都知道 那你想一件事 哪個人還去做公務員呢? 所以我在節目中說 大家 假設 如果你真的已經很接近退休年齡 麻煩你拿強制金 提早退休 把強制金 把那些退休金移走去外地 不要再搞了 真的嗎? 不要再搞了 你那份長樑 我覺得不會很穩陣 當如果他再沒有錢的時候 我告訴你 便會移動你那份長樑 很容易而已 即是他現在 他現在加了金光箍在你的頭上 是嗎? 你不知道 如果根據國安法的話 你家人 犯了國安法 可能會影響到你的 其實是 他寫得很模糊 那他就可以擴大那個控制圈 即是他現在做的事 跟國內沒有分別 他做的事就是 就是讓你們害怕 讓你們自我審查 讓你們自我審查 每個人都這樣 那你就不作聲 那不作聲有什麼好處 我拿你的錢 我怎麼做都可以 他做到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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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沒有人出聲 因為裡面都沒有黃絲 全部都是藍絲 他做的事就是這樣 其實 他等我拿你的錢的時候 你不出聲而已 最後的目的就是這個 所以我覺得 真的說這句 香港人有子女的移民 不要搞那麼多事情 為什麼呢? 不只是你那份工的問題 不只是你那份 就是現在的收入的問題 我不是想說一些很激愕的說話 香港人的能力 香港人的國際視野 香港人的拼搏精神 香港人現在有的積蓄 我敢夠膽說一句 去到全世界 都是頂級的 為什麼一定要屈在香港這個地方呢? 我覺得是對的 為什麼一定要屈在香港的地方呢? 是不是? 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住 我們這幾十歲就沒得說 你年輕的 三十兩四十歲的 就出去闖一下 不用死的 是不是? 不會死的 你記住最壞 就是我們以前很窮的時候 我們的老前輩都跟我們 鼓勵我們說 最多就是死 是不是? 你想到這個就可以了 最多都是死的 會不會死? 不會的 你澳洲會死嗎? 你英國會死嗎? 不會的 當地 是有福利的 當地還有這麼多華人 香港人 質素是這麼高 內地人 其實追不到 不能追 你在他的體制之下 你是永遠都不會提升到你的質素 你看林鄭有沒有清楚 她肯定是黨員 就是一個 現在幫共產黨死心塌地的人 居然把香港 單歸到一個比較落後的地方 你想想鄧小平 他是要把中國拉上來 你是把香港拉下去的 那你就看到他的體制的問題 他的體制就是做了這麼低能的人出來 但是反過來 反過來 黨呢 就發展了原精 發展了晶片 發展了電動車 發展了電動車 你自己正在升級的國家 怎麼會把香港拉下去呢? 對嗎? 那你就會看到有些黨員 是昂舊的 你不用研究這些人 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香港人不用這麼… 有一件好處的 就是他樓價高 你賣了一層樓 其實你去到很多地方 都足夠你生活一段時間 其實是 低下階層那些比較慘 那些沒辦法 大家想想一件事 你以往公務員 香港的英國佬公務員制度 其實真的造就了很多香港的富翁 你看到這班局長已經是 全部都是這些… 就是… 我可以這麼說 根本他在壓榨香港人的民資民膏 然後自己高薪後席 然後就害香港人 是這樣的 所以你為什麼還要在這裡交稅呢? 對不對? 我也是說這句 中國的一句言語最好是 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是吧? 你有本事 你有本領 你肯做肯博肯拼 英文你又懂 你以為中國那些人懂英文嗎? 他不懂英文的 駱惠寧那些不懂英文的 鄭雅雯那些不懂英文的 那些 對不對? 是吧? 那些我們不要理林鄭 那些是動物來的 那些我當他們是動物的 這些是 即是等於 Doctor 所說的 他們那些是甚麼 即是一隻狗 你看看一隻狗 那些狗 他就說 吠你了 是吧? 你走上去 那些 你用甚麼理他 不用理他 根本是動物來的 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你就走 是吧? 他不要人才是他損失 你沒有了那些人才 你看看香港行不行 你現在看 即是大家 你想著一件事 喂 過了疫情之後 香港會急速反彈 說中國會突然間 砰砰砰砰 以前不會的 過了去的了 紅花開盡 里花開 大家都聽過 是行四十年 即是中國是 行完的 那四十年 改革開放四十年 他行完的了 即是你說 他會不會跌到黑衣 未必 但呢 肯定就會慢慢 跌下去 那個經濟地位 不會的 你要賺美金 對吧? 你沒有美金 那說甚麼呢? 大家可以看回 我之前說的說話 剛剛 你跟著搞了那麼久 又說人民幣 甚麼甚麼 美元又會弱 你看到沒有? 又過了兩個月 那你看到人民幣厲害了沒有? 你看到美元弱了沒有? 你為甚麼人民幣這麼強? 他想你買國債 他想你買他的國債 如果他人民幣不強的話 白說一句 誰買現在上的IPO 他現在就要配合在香港上的IPO 其實在香港上的IPO 他們在賺甚麼? 他們在賺國內的人民幣 那如果人民幣不斷下跌的話 誰來買呢? 對不對? 他人民幣不斷下跌的話 喂 那他的股值便會跌 所以他一定要跌高他的 但問題就是 你慢慢就不夠美金 那你看到那些 紫光啊 華臣啊 永城啊 那些就爆了 就爆了 你看到開始就要畫紅線了 就是所有內地 房地產商 就不能夠超越這三條紅線 這三條紅線是甚麼? 限制你的借貸 那你沒有借貸 那些房子又買不到 那豈不是爆煲? 是這樣的解釋 以往你有沒有聽過? 以前你有沒有聽過? 對不對? 所以現在你做公務員的話 你再想著好像以前那樣的話 我相信 以往港英年代的公務員 是過去的 他隨時可以 整個 他一告你《國安法》 你甚麼都沒有 你變零 他告你《國安法》 你就變零 What is 變零? 變零的意思就是 你不是沒了份工 你沒了份工 沒有了個長縫 還有可能會坐牢 林鄭這些就是攬炒心炒 這條藍丫 我啊 都要被人制裁了 你那些公務員的傻子 每個月都幾十晚 對不對? 就動你了 就把《國安法》放在公務員裡 這個未必是 未必是中聯辦的意思 未必是的 因為他不需要的 你所有香港人 都是受《國安法》的限制 那為甚麼要特別放在公務員裡 對不對? 那就林鄭了 變態的心理 我都要在家裡數神沙 你們這麼好 不用被制裁 是不是? 不出聲就行嗎? 怎麼會動你 找到《國安法》 看到他 變態心理 是不是? 通識科呢 坦白說一句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想去搞甚麼 就是由 歷歷在目 當時勞董搞出來的通識科 其實我告訴你 通識科的一個 他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希望大家認同內地 特別是希望那些年輕人認同內地 通識科的目的是這裡 他並不是要你教你甚麼 他只不過是希望那些年輕人認同內地 但我告訴你 是絕對不會的 在香港 為甚麼不會呢? 原因就是 香港有一個互聯網 甚麼那些年輕人一上網便查到 他一查就知道 原來抗美援朝 根本上就是一個謊話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不是我說的 網上你可以看幾個小時 都看不完的 抗美援朝 但問題是 他這一套在內地工作 為甚麼內地瘋狂 但在香港不瘋狂 無論把通識科怎樣搞都好 實際上是沒有意義的 是不會達到當時老董的目的 老董當時比較溫和 推了一個通識科出來 但你看到搞到今天 九七年 搞了二十三年 那這次 反修例 主要是甚麼 那些年輕人 那些年輕人 只有十六歲 中漢林只有十九歲 他就是通識科之下長大的 那通識科是否成功呢? 一定是不會成功的 因為他上網了 你現在怎樣搞來搞去 也是沒用的 他硬地把香港一個 全世界最先進的城市 死拖難拉 當然是要拉到中國的水平 但是呢 他就想香港這個 這麼先進的地位 幫他賺錢 即是白的說句 女兒我又要 錢我又要 沒有這件事出現的 這個世界 沒有這件事出現的 我們一會說一下 譬如說美國總統大選 我就沒有特意想說的 但我也想說一部份 這個世界上沒有這樣的事 這個世界上 我全部穿著 那就不加了 就是這麼簡單 你現在看他在做什麼 通識科 改名字 我不管你改什麼名字 改名字不重要 他最重要的是 你的書要送審 然後你的先生也要送審 簡單說一句 你是要我同意才行的 你要我同意才行 然後評級之後 合格或不合格 這個就是暗糕的 為什麼人家要給一個評級呢? 因為評級中間有東西的 這個評級 我要告訴他 他的弱點在哪裏 他的強項在哪裏 增加他的弱點 他就升級 是吧? 那就升一下升一下 升到A 你看看他 可以還是不行 那人家為什麼會有 三條A的債券 為什麼有A加債券 有B有C呢? 就是這個意思 原因就是在這裏 還有加入內地考察 學習憲法和基本法 他不是要學習這些東西 學習基本法 為什麼要去內地學呢? 是不是? 學習憲法 為什麼要去內地學呢? 一個香港人 為什麼要學內地那套憲法呢? 對不對? 你看他講話 就是說他講話有問題 你學基本法 為什麼要回內地學呢? 你先回答我 學習香港的憲法 為什麼要回內地學呢? 如果不去美國學呢? 為什麼他不去歐洲學別人的憲法呢? 是不是? 他說得很得聽 你不是這樣 我不是強迫 不過這個可能是必修科目 而這一項行 可能是漸70分 這樣他不會去 白話一點說句 他就不合格了 是不是? 那麼簡單而已 是不是? 這些是傻瓜的人 為何你做事不做完呢? 強迫一定要這樣做 現在一國一制,搞定 他又要錢 你看到一些很荒謬的法律走出來了 很荒謬的 為何呢?他做的事情本身就是荒謬 所以接下來的事情就是荒謬 他又想要保住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給自 但他又想把香港全國全轉 全轉到內地的法律 那就不行了 就這麼簡單 你想要一個人,他又懂得爬樹 他又懂得游泳 他可以在水底下,又懂得飛天 那就不是人 所以這些就是動物 真的,我認為Doctor說得對 其實是動物 狗這樣,你看牠,吠你 然後走過去,嘩! 那些 動物而已 那你叫別人愛國 我們上次也說過 我們愛不下手 大哥 你都不能外出的,你明白嗎? 你愛不下手 不是我們不想愛國 你表現成這樣,別人怎麼愛呢? 對不對? 即是等於我們一會說美國大選 喂!你民主黨做到這樣,別人怎麼會不反你呢? 對不對?你做到這麼難受,別人怎麼會不反你呢? 你用腦子也想到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這些就是動物 根本是讀屎片 讀屎片 其實是讀屎片的 這個呢,我們今天也要鄭重關注 其實是,你看到 這個呢,就 不是看那麼多文字 我們看下一篇 這個很清楚 我不知道那個報紙有沒有寫錯 好像是寫錯 那個通報的報紙,好像是寫錯 應該不是剔手邊的 11月27日 即是 我們現在是28日錄 即是昨日 就說 深圳市公安局 鹽田分局 對這個 鄭某某 李某某 其實正常應該說他的全名 可能他因為私隱問題 我也被他過關了 你留意他的用詞 12人涉嫌組織 12人 涉嫌組織他人偷渡邊境 偷越邊境案件 偵查了結 依法移送鹽田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 你看著他的用詞 在最早期 出來的資料 那個新聞就說 他們是 國家 他們是偷渡台灣的 如果他們是偷渡台灣的話 那怎麼會去偷渡中國呢? 他應該是不創中國水域 是吧? 即是我們不要再說 即是我們不要再說 他被一些飛行服務隊出賣 然後被人拉出去 我們不要再說這些 如果你正常說 他是偷渡台灣 因為你說 他現在是牽涉到重大危害 國家安全 因為他想偷渡台灣 他就不是偷渡中國 如果他偷渡 因為任何人都可以離開香港境 沒有限制 只不過你可以說 他們某些人 是因為扣了密碼 不讓離境 你可以控告他這個罪 但他就不是中國控告的 你看看他說12人 你12個人都是蛇頭 你幫他 他就幫他 我告訴你 這條罪很重 正常 如果他是不創水域的話 現在應該放的 你就放回來香港 等香港審 這個是最好的結局 這個是最好的結局 把他們全部放回來香港 但是你想想 他們知道這麼多事情 又知道飛行服務隊的事情 甚至可能不在公海被捕 我想問一下 他怎麼放得他 他不能放得他 所以你看到他用這個罪名 12人涉嫌組織他人 偷越邊境 12個 正常最早期是說兩個 李宇軒和另外一個 現在是12人 如果12人的話 全部牽涉和偷渡的話 全部是3至5年 那麼香港他們的家人 一定心急如焚 希望旁聽 中國是沒有旁聽的 沒有律師 沒有旁聽 什麼都沒有 啪啪 宣佈了罪狀 什麼都不用 你就會坐牢 那個叫法院 其實是這樣的 那麼大家就知道 為什麼當時香港人要反送中 你就明白了 是不是 你明白嗎 你不明白的 你現在就明白了 是不是 很多人都說 我都不明白 為什麼要反送中 對不對 中國沒有問題的 很多法律都跟國際接軌 你現在看就知道 你現在看你就明白了 是不是 不是沒有人權 不是沒有人權這麼簡單 根本就不是一個審判來的 他宣佈你的罪狀而已 沒有律師沒有什麼都沒有 沒有律師沒有什麼的證據都沒有 其實是 有什麼證據拿出來 有沒有律師可以抗辯 這麼嚴重的罪行 他們會不會出來答辯 有沒有人旁聽 什麼都沒有 雖然說 有些人不明白 為什麼去年要反送中 你如果沒有 如果白一點說句 你身武士怕什麼 你現在就看到了 你就看到了 現在沒有了 如果這樣就三至五年了 然後再加些罪名給你 混到你 混到你 混不到你為止 你可想而知 現在他們放回他們是最好的結局 因為他們正常來說 只是誤闖你水域 我當你是 誤闖你水域 白一點說句 現在是11月 之前是8月 什麼都坐完了 是不是 就罰款 是不是 我希望一件事 真的 放回他們回來 讓香港去搞 不要搞這些事情 你越搞這些事情 越肉酸 我告訴你 越肉酸 我告訴你 大家真的要幫他們 和他們的家人祈禱 我覺得是 其實這樣很嚴重 你看看這個罪名 應該就是 如果12個人都是蛇頭 我可以告訴你 全部三至五個 好像不是三至五個 而是五至七個 那麼 李宇軒的那些是七個 那些是七個 那些 很嚴重的 好 那我們用一點時間 說說 關於美國選舉 我們剛才也說過 你民主黨做到一些事情 就是他這樣就想過到骨 就是拜登 或者民主黨 那現在也有大量的證據 顯示 共產黨在後面 就是他想用這些強硬的手法 就可以過到骨 過不了骨的 過不了骨的 我讓你做到總統 我告訴你 你也管治不了 我讓你做到總統 你想想 你當共和黨阿流 喂 共和黨不是流的 大哥 共和黨一樣有這麼多人 你沒有一個施政是做得到的 其實我讓你想到 你想想 這些就是很多共產黨的手影 在裡面 硬來的 如果拉了圍板 換了票 那些票六千張 那些簽名一樣 喂 做也做好一點 是不是 做也做好一點 你當美國那些人民是流的 喂 中國那些人民 有錢的 大哥 他真的圍你 就是說 喂 如果這些情形不普遍 或者你掩著掩著做 我覺得都沒有問題 但是一件事 喂 你現在擺明的一件事 就是硬來的 圍著那些板 不讓你來 然後換了那些票 扔掉那些票 喂 這些被人拍著 你打算這樣過了骨 你是傻的嗎 我是特朗普 我立刻拘捕你 真假 我是特朗普 我立刻拘捕你 喂 你瘋了嗎 是不是 你想想 他就是用這麼暗咎的方法 正常 喂 我要作弊 我都不用這些方法 是不是 就是說 你作弊 沒有問題 出庭沒有問題 第一件事 你都用一些好一點的 沒有這麼鬧騷的方法 對不對 對嗎 這些東西全部被人看完 我們現在 我們講過很多次 你現在的問題 不是選票要怎樣 是選票沒有合法性 怎樣判 怎樣會 就是 他就打算我是整個民主黨的 喂 我所有法官 所有地方法院都是我的 那我就 全部倒下你 那你這樣就打算做到總統 你做到總統 你都施政不了 對不對 你做到總統 你每天出街都害怕 大哥 美國人有青 大哥 對不對 對面有一個人一砍 搞定你的 維交你白宮 是不是 就是說 現在的市民不是說 特朗普贏與不贏的問題 而是說 你的選舉根本就是不公平 整個選舉都作弊的 喂 如果這樣給你幹 美國還是美國 是不是 喂 這件事在中國可以 因為為什麼呢 中國本身就是一黨專政的 在中國反而沒有問題 但是美國不行 你在歐洲那些不行 誰承認你是總統 誰承認你是總統 中國就承認你是總統 美國人民不會承認你是總統 美國人民不會承認你是總統 對不對 你用這麽鬧唆的方法 哪裏過得到骨 不只是林鄭一樣 你見到跟林鄭的手影很像 你會承認你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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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特朗普贏 我說過很多次 我不是一定要特朗普贏 我只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我只是一個公平的選舉 我很相信 我很相信 如果平鬥的話 特朗普已經贏了 如果他 因為你想想他的軟件 其實他算得到票 他就是因為算得到特朗普贏 他才折走去造假 其實 他是電腦來的 他一定算得到 對不對 他就算得到特朗普贏 他才去造假 其實特朗普應該是贏了的 特朗普應該已經是今屆的美國總統 你看到的 不然你需要作弊 他的軟件就是看到 當特朗普贏的時候 他才會作弊 不然他不需要作弊 他就是因為這樣才出事 他就是因為這樣才出事 因為你看到 然後十幾萬的邮遞票 居然一票特朗普都沒有 沒有可能的 零 zero chance 這是沒有可能的事 多少 都會有些 你說十幾萬對幾千票 我也同意 但是十幾萬對零 我不同意 對不對 你當傻的 這樣你應該能夠過頭 你以為這裡是中國 你當人家美國是傻的 所以我們對美國的司法制度 是有信心的 其實是 讓你坐到這個位 白點說句 你也施政不了 你出街 真的怕人一槍打死你 告訴你 對不對 那麼你也看到 民主黨是沒有路走 他沒有路走才會這樣做 這次如果輸了 其實民主黨就會起底 起底 其實面臨大量的控訴 面臨大量的司法程序 如果證實了 如果特朗普是勝訴 做到總統的話 那就是這些選舉舞弊的情況出現 有 有這些情況追究下去 你以為民主黨不是起底 面臨大量的官司 我告訴你 為什麼這樣也要做呢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這樣也要做呢 錢真的這麼重要 所以我經常都說 做人走正路 你說錯一個謊 就要用第二個謊 去掩蓋它 你就要用第三個謊 去掩蓋前那兩個謊 你永遠都說不完 你走錯一步 就永遠都說不完 賺錢在陽光之下 賺得多與少 看一條命是怎樣 你用這些方法 去為民、為權、為利的話 就得到林鄭這樣 你現在每天對著三千多萬 So what? 那又怎樣? 是吧? 其實坦白說 如果那間不是禮賓府 那間是你在大灣區那間屋 我想你還害怕 大哥放了幾千萬人在家 對不對 如果這樣轉頭上去就打劫你 你特首哪一個特首 你能管理啊? 喂 你回到大灣區 有人會保護你嗎? 你還有資科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放了幾千萬人在家 你怎麼不搶救你 你看到那些人 對不對 那你就看到 世事有得 也有失的 其實是 有些想不通的人 他就以為 有權有名 但你想一下 你用什麼去拿這件事回來 你得不到市民、人民的尊重 其實那些事情是 建基於一些 好像劉沙那樣的事情 是沒有基礎的 其實是 是不是? 人生你應該要有一個 就是 你不為公義 我不怪你 但起碼你不要 就是不要反 反人類 他現在做這些 就是反人類的事情 反人類 反香港 就是我今天 讓你 讓你可以做到這個位 讓你走四十年官運 等於 航生 我們經常都說 航生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等你賺錢 賺了半個世紀 好了 臨尾那十年就收你了 臨尾那十年就收下航生 看到 開完腦之後 大小異變 轉身 走路 都要護士 每天打針 每天打幾針 他不讓你死 你熬了十年才死 那你做人有什麼意思? 是嗎? 沒有意思的 是嗎? 我希望大家都要以此為界 但我還是要再說一句 香港人 你們本身 其實真的很優秀 做人不要妄自誹薄 真的做人不要妄自誹薄 我們的腦袋 不能說 你的年輕人 出去坐下 不會死的 是嗎? 不會死的 你有所有的東西 為何不出去試試 是嗎? 外面的環境 是沒有香港 你自己群族裡那麼好的 你會遇到很多困難 但香港很多人賣了房子 有錢 你不會馬上死 你去那些地方 例如英國 美國 澳洲 紐斯林 那些地方 它基本上還有一個制度 在人與人之間的融合是有問題 但是你不會遇到以往那些 或者去到要洗碗那些 不會出現的 是嗎? 你出去搏一搏 好過你在香港 此地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是嗎? 你在香港 你是不是卑躬屈塞 就可以留得呢? 我覺得你現在卑躬屈塞 以前黃毓民經常說 你跪下 你跪下也不可以留下 既然是這樣 不如灑脫一點 是嗎? 沒事的 我們都沒有 我們等拘捕的 你就拘捕吧 我們沒有事的 命一條 是嗎? 我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希望大家真的和十二港人和他的家人祈禱 我們在這裡呼籲 真的麻煩 特區政府和中央 鹽田公安說 麻煩你放了他們 回來 跟香港的法律去處置 他們已經坐了幾個月牢了 無謂再搞這些事情 大家大件事而已 再搞下去 你特區政府又沒面子 你又一直被外國團體關注著 這十二個港人 白點說句 威脅到你什麼 他們是小孩子而已 他們是小孩子而已 是嗎? 十幾歲而已 有些 最大的33歲 威脅到你什麼 威脅到你的政權嗎? 是嗎?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們的鑽石狗粗合 昨晚應該說增值到275萬 175個巴仙 我們的網誌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這就是我們十二月的投資日誌 講的 topic 有南月亮 最近升得很厲害的小米 Young Brands China 白姓中國 騰訊業績 一間上海的電商 暴磚電商 做台灣汽車零件的敏實 以及即將上市的京東健康 又或者京東物流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訂閱 Youtube投資筆記 都一樣 大家訂閱十二月份 因為十一月份已經結束了 好,我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有投資日誌 或者Youtube投資筆記的銀行賬戶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賬戶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電郵給我 Hong Kong Finance Out Gmail.com 或者留言都可以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今天出家是星期日 可能我們要星期二、星期三 才跟大家見面 剛剛看了 今天比較遲出 整一點才出 今天新增85宗 比昨天的93宗少 如果根據我們之前的圖表 可能是 希望是給我們估中 現在差不多已經在頂 一個星期左右就會回落 但是仍然在疫情之中 大家記住 小心抗疫 口罩 酒精搓手液 保持社交距離好不好 祝大家週末愉快 下星期二、三 再跟大家見面好不好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